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政治层面现在完全陷入到政党之间执政 起码这两天 所以给我感觉这新闻不知道应该怎么跟大家分享 职业橄榄球 冰球大联盟 全都出现了病毒的状况 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前 我们就看到英超的托特汉姆热刺队 才应该取消两场比赛 正场比赛他们应该打了16场 32场嘛一共应该打了一半了 那结果他打了14场 剩下两场 他打不了了 因为整个球队可能是受到影响 所以类似咯 那英国的英超也好 美国的职业大赛也好 他都是基本上按照两针疫苗的说法 他们全都开放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故事是 这个习式变种呢 专门去摧毁打两针的 那故事就变成这样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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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